其实高远在哥哥出事之前 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 但他可能在一些事情上受到打击之后 开始迷失自我 上不上学 开不开心 跟你们有半毛钱关系 王仁他自己 真的是给我很大惊喜 最早的时候 是跟王仁一起来聊的音乐的事 其实是希望跟他在音乐上有一个合作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一直 高远这个角色还没有定 我就发现王仁他很真挚 同时你可以看到他忧郁的外表下 本质上的那种阳光和灿烂 跟高远这个角色非常非常的符合 一起聊了一下 没想到一拍即合 最后确定了由王仁来扮演高远这个角色 刚开机的时候 没怎么特别进入角色 我们经常会私底下走戏 然后两个人在会议时里 把明天的戏演一遍 你敢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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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老师全播最大的吧 全播唯一的很奇怪 对对 我是真没想到他对于剧本挖的深度有多深 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剧本 以非常快的速度去经验出来 然后找到人物状态 我跟袁哥在一起 真的是很多时候让我特别感动 非常聪明 善良 然后特别可爱 特别的真挚 我们知道大家之前就是很多的身份都是一个音乐人 而且他的音乐做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他也做出了很多非常动听的音乐 它是那种现代 我先改个词 后面很好 前面剪到后面去副歌 然后加一个C段 然后直接再进副歌 然后把那个改成这个结构 这件事呢会帮助到他理解人物 他的领悟力非常强 其实我觉得这事吧 挺神奇的 就是你如果不让我演这个戏呢 干这事干不了 但是当你真正进入到这个角色中的时候 发现每一个阶段对应了每一个人身上的故事 其实这样就很好去找音乐 而且能够人和他更好 这次跟过儿合作者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合作 飞哥是一个 就我们的校场都能变成素材 好难为我提提高原 两个大男人 我心情很好 心情有不好吗 好难为我提高原 说到这个时候 因为他一样 得到我 你走开出台词了 好 就觉得 你能重新重新来过吗 要学了一招 特别不得了 像我问是 我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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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帅个谁 小鹿乱跳的感觉 风风吹跳 在青春里面 我们如何去处理我们彼此的友情和爱 其实导演哥 我们更想追求的是一个更真实的 一家风格 尽量不去干涉演员的表演 再来一下 备开始 跟上 其实他那个第一下的反馈 往往是特别鲜活和特别准确的 你能不能理智一点 我瞬间就被那个力量给击中了 我就一直抱着哭 那种感染力能震撼到现场所有人 咱们一起站动 好 加油 加油啊 加油 因为那个小鹿你拉手就更近了 然后他把你头往你头扣 然后他拽着你的手腕拉你背 让他把自己扣 你就静静让呆的 这种从黑暗中找到光明的这种力量 就很有这股劲 冬早 加上香蕉 听说吃起来 你真的 然后我觉得在拿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可以 可以就有点有点残 我还说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做的 不太像刚才的画 爱识看 爱识看 对 哈哈哈哈 像你自己说的 来来试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 这个 加上花生米 就有纯热的味道 这么生气 而且绝对 比小鹿的店铺长好吃一万倍 看 他前面说那些的时候呢 你还是得 扒了吃 对 还是得吃两口 难吃吗 你点有多 你点有多 好 好 我看着我都没有你吃 我看着我都没有你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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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